明代大吐司的墓,您见过吗? 这里传说是唐牙第二代吐司,勤之实用的墓 以前当地土家族人叫它黄坟 也是我见过的最壮观、最精致的土家族墓室 经历了六百多年,它依然保存完好 这座墓的总面积四百平米 由围栏、八字墙、祭台和墓室组成 被打开前是一座半地下的墓葬 围栏的石雕望柱,柱头上面有桃形雕刻 还有镇木兽 走上三级台间,这里是祭台 祭台两侧是八字影壁 影壁有龙形和花草云文的雕刻 壁顶的石质铜瓦和瓦当清晰可见 非常气派 如同亲王贵咒的府邸 与湖北的明代王爷墓配置相当 一个六品的掌官司 他竟然用上了重演武垫顶的墓葬 当年明朝政府以蛮夷治理蛮夷 这就是土司制度 心之试用授封唐牙掌官司 虽然只是一个正六品的武职 在当地却可以说是土皇帝 所以才给自己建了这么高等级的坟墓 墓室高达4米 效仿吐司的宫殿用了最高等级的重演武垫顶 顶部屋杰有吃吻和保护路 下面是四开间的殿堂 这座墓啊 有四座墓室 咱们进到墓室里边去看一下 这是墓室外高大的前廊 内部高度将近三米 前廊两侧有石雕的甲窗 过梁雕有对称的花朵图案 顶部石梁雕刻团花玉佩 两边有云纹雕刻 这些精致的覆雕 虽然不像当地民间花坟那样反腐 却处处简洁打气 精致工整 凸显墓主人尊贵的身份 四个墓室的石门都被打开了 一百五十多年前 吐司墓就被盗掘 盗墓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可以猜的是谁 墓室的高度近两米 宽一米五 这两块石板是关床 墙壁雕刻有甲窗 还有这种钳壁形状漏雕的石窗 墓室相当于吐司的寝室 相邻寝室的主人可以通过石窗打招呼 室顶有一个精致的莲花枣井 四周有菱形和方形纹饰 非常的漂亮 这里竟然是墓主人的牌位 墓室最精华的地方在北壁的壁堪 上面有石质的屋檐 下面是石雕的花窗 中间供奉着墓主人的牌位 文字已经完全看不清了 所以墓主人到底是不是第二代唐牙吐司 勤之试用 还有待考证 四个墓室结构基本相同 只有中间两个墓室 壁堪内是牌位 两边的墓室只有甲窗 所以中间墓室应是吐司和吐司夫人 两边的墓室葬的可能是吐司的妾 想到墓葬的时期为明初 我猜必堪为甲窗的墓室里 葬的小妾有可能是生婿 雍正年间 唐牙地区被改土归流 秦氏吐司被前往汉阳等地居住 但墓葬一直由秦氏后裔守护 近三百年来从没间断 如今这一重任已由首任唐牙吐司的 第23代后人继承 这位后人目前在景区坐保安 正好被我遇到 这是咱们这个唐牙吐司秦氏的后人 这个大哥是吧 您今年有 明年就六十了 明年六十 大哥大哥 我四十多 大哥明年六十 您在这守了多少年目 我 我从我爷爷他们死到过后 就是自己就说我们是姨子在守 从您爷爷那辈就一直在守 就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非常的慌吧 当时你爷爷那个时候 他什么时候被盗的 这个墓在清朝 那个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时期被盗的墓 被盗了 当时咱们有守墓的吗 都有啊 我们是祖上带的人都在守 我们家居住都在这边 人家斯大开来了你还敢守 是 但是这军队来了没办法是吧 对对对 秦大哥以前就在吐司墓旁居住 后来唐牙吐司城深移成功 秦大哥搬到了外面的镇上 好在作为景区的保安 他仍可以定期祭扫祖上的坟墓 据他说 把这座墓盗窃一空的 竟然是太平天国的翼王 斯大开 这可能是一个没人能想到的答案 他还跟我聊了一些事情 比如秦氏吐司家族的渊源 由于时间的原因 咱们就不细说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在下期视频带大家看看 唐牙吐司城遗址 聊一聊神秘的吐司制度 和不为人知的历史中的唐牙吐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